中国好声音2022盲选阶段正在火热进行中 目前登场的这些学员个人特色都不鲜明 很容易在他们身上看到过去学员的影子 比如第一期登场的人气学员蔡紫一 她很像上一季的冠军五颗月 第二期的李楚楚简直就是翻版王静雯 压轴出场是潘运奇则被称为新版单一纯 潘运奇之所以和单一纯扯上关系 是因为他们有两个相似之处 第一点是他们都是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 第二点是他们唱歌的感觉 转音的方式 曲风和声线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当第二期节目播出后 潘运奇引起了观众的热议 不是因为她很像单一纯 而是因为她PK掉了王英杰 潘运奇是第二期节目最后一位登场的学员 她的演唱只赢得了梁静如一位导师的转身 按照规则 她要选择一位梁静如阵中的学员进行PK 没想到潘运奇直接选择了王英杰 这位猛男可是很厉害的 一副烟嗓极具穿透力 王英杰嗓音很有辨识度 是一位很有实力的学员 王英杰和潘运奇等于是两个极端 一杠一柔看似没有可比性 仿佛王英杰稍一发力就可以轻松PK掉潘运奇一样 赛前王英杰也直言 我不想欺负你 可没想到结果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 最终两位学员演唱完以后 梁静如选择潘运奇 也就是说王英杰被淘汰了 这个结果还是挺令人意外的 毕竟王英杰此前被视为前两期最有实力的学员之一 很多人把王英杰的淘汰算在了梁静如的身上 认为梁静如不专业 居然淘汰了这么有实力的一位学员 还有人说王英杰的淘汰只能怪他自己 因为他选错了导师 如果他选其他三位导师 不至于在盲选阶段就被淘汰 不过冷静观察后就会发现 其实王英杰被淘汰不能怪梁静如 因为他选谁都一样 任何一位导师在潘运奇和王英杰之间都会选择前者 原因一共有两点 一 王英杰的潜力值不高 都说王英杰错选了梁静如 导致自己被淘汰 其实有个细节被忽略了 当梁静如选择潘运奇以后 其他三位导师有十秒钟的抢人时间 也就是说在十秒钟之内 如果有导师拍灯 那么王英杰就会自动加入这位导师的队伍中 也就不会被淘汰了 但事实上 李荣浩 廖昌永 李克勤这三位导师 并没有人拍灯 别看点评的时候导师们把王英杰夸得天花乱坠 正到选择的时候并没有人选择他 那就说明四位导师的选择是一致的 他们都选择放弃王英杰 既然如此 王英杰的淘汰就不能怪梁静如了 毕竟其他导师也没有挽留他的意思 可为什么其他导师不挽留呢 难道是王英杰不够优秀吗 其实王英杰在前两期登场的学员中 实力排名是很靠前的 导师们之所以不选他 是因为他身上的潜力值已经所剩不多了 从外表来看 王英杰三十多岁 相貌普通 还有女朋友 这样的男学员在过去的十年中 很难走到最后 大部分此类学员都是早早就被淘汰了 从唱歌本身而言 王英杰的嗓音太有辨识度 他的个人特点太过鲜明 不利于导师进行指导 导师们都喜欢一张白纸类型的学员 这样更利于导师们灌输自己的音乐理念 二 潘运奇潜力值巨大 说到一张白纸类型的学员 潘运奇无疑就是这种学员 他才十八岁 已经被浙江音乐学院录取 但是还没开学 他的风格很像单一纯 但还远不及单一纯唱功那么成熟 他的唱功和唱歌的方式 还有许多可以提升的空间 正好方便导师们进行教学 潘运奇的颜值虽然不算特别高 但也算是青春靓丽 在如今的娱乐圈各个领域都是要看脸的 歌手也不例外 好的颜值绝对能给歌手加分不少 在颜值这方面 潘运奇就比王英杰占有更多的优势 而且力捧潘运奇的话 绝对比力捧王英杰更容易 因为潘运奇有现成的模板 他就是善依纯 导师只需要根据善依纯的特点 去打造潘运奇就可以了 当节目进入到淘汰赛以后 导师们需要权衡的东西有很多 绝不仅仅是学员的实力 还要衡量学员未来的市场价值 从这方面来说 潘运奇也比王英杰更有优势 所以说王英杰被淘汰 与梁静如无关 在潘运奇与王英杰之间 所有导师都会选择全者 因为潘运奇比王英杰的潜力值更大